我必須把自己提煉出來 當然我們還在提煉成 還不是純粹吧 可能它被提煉成一塊塊 很像豬油膏的東西 就是看起來有點黏黏的 但是我已經可以看 就是笑著把我的過去說出來 我已經可以把那個五、六年、七、八年 非常繁複、非常動複的生活 把它提煉成一條悲戀的風格 我已經可以把那些日日日夜夜 那些經過身邊的 老實說我的人生非常的負擔 那昨天在台北人說 他覺得我好像活了好幾輩子 所以老實說我的人生經過非常負擔 可是我覺得我通過文學 通過小說 通過這種 我用一個小說家的反文方式 通過一年又一年刻苦的學習 還有就是一個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就是堅持 就是說你堅持相信說即使你在非常進步 即使你在覺得自己最怪樣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我以前 我不可能想像有一天我可以在Festbook上 別人說我早餐吃了什麼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臭臉學 就是整天就是超臭臉 然後我也不可能可以跟讀者一起拍照 我非常討厭人家說我是小說家 我非常害怕別人提到我的生活跟小說家 我覺得我不可能有一天可以把它融合起來 可是我把它融合起來 更換我還公開我的氣別傳統 我還公開我的婚姻生活 公開我的表欠食物 就是我沒有想過我可以變成一個那麼隨後的 而且我是真心無實在賣術 其實我是真心的喜歡 其實我並不是很認識你 可是我是真心的喜歡 或者想要去跟別人合作共同 我是真心的從可能曾經寫過 非常多黑暗的小說 但我現在還是相信那件黑暗的力量 就是說我是真的從黑變成黃 就是說好像我以前曾經過的一種非常堅硬的 僵硬的時候 我覺得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以前只希望我寫小說 我不要做別的生活 我做不其他的工作 可是我反而被逼的做了那麼多的工作 但是我現在只過著寫小說的生活 其實我非常的愛惜我的內線之力 我在寫這些書的時候 我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透過非常深刻的思索去 就像去一個非常繁複的海邊 裡面有漂流默默的貝殼 有什麼破玻璃瓶什麼的 去把藏在裡面的那些真經 或者是像鑽石的 然後跳出來 我是像這樣子的去過濾我的人生 去思考 那其實我如果你要給大家說的故事以外 其實我想講就是 我知道這文化很映智 但是我還是希望 我覺得有很多人一定曾經跟我一樣 覺得自己是一個 永遠不會有光明的一天 就是說 我過去一直在強行送貨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我一天我可以再也不用送貨 我甚至再也不能上貨 我只需要寫小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有一天我可以再也不用過著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不順利的感情生活 你很努力的去愛 可是你總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是跟人家合不來 你就是跟人家合不來 你不知道為什麼 愛人生會有盡頭 然後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做的每一件事 你覺得就是不對 你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講話 你不知道怎麼跟人家微笑 你覺得你笑起來就是僵硬的 你覺得 別人靠近你好像就是要傷害你 你覺得 大家總是不喜歡你 你不是有一天 你可以揮別人那樣的事 你不知道你有一天可以 我覺得我也不是一個多麼多人 我就是怎麼樣 可是我就是 我只能說我覺得我現在覺得 活力真的很好 其實我身體不好 你們如果有看到 我身體不好嗎 我的經驗就是說 當我身體還好的時候 其實我 非常的痛苦 我非常的討厭 我所擁有的一切 包括我的生活 我的家庭 我的感情 我這一個人存在的一切 可是能到我的身體 其實是非常崩潰 但是其實我 我反而變得非常非常的喜愛 我所有的一切 我也不喜愛 跟別人互動 或者是 就是我喜愛 我現在知道 我想寫給別人的一句話 就是我 我真愛我所擁有的每一段時候 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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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